他家裡其實沒有人照顧 乾脆就來我們家有能照顧 我們只是要求這樣子 你看他的頭髮也都沒剪 是這麼長 我覺得看了也很難過 真的很心酸 是調節點的 那我們有跟陳建這樣用視訊 還在溝通中 陳建目前還在考慮中 今天就只有這樣 可能安排一下實在挑釁 還有一個小台將發很多的經歷 那我們本次過來幫我們就幫他 叫他心不要一起 也許他這一次我們都好出席的話 他才會想 那小孩子 我是要他放棄啦 不然會好嗎 我不知道 這個人真的不知道 從來沒有工作 關於職貨的人 其妻到底留下多少 我們也根本來不知道 就是想說 他既然已經這樣 人也不在 家裡其實沒有人照顧 乾脆就來我們家有能照顧 我們只是要求這樣子 那你要看是隨時都可以 那他現在在考慮 你為他著想 就是這樣子 好不好 剪輕他的壓力 讓你壓力去 那感覺 你看他的頭髮也都沒剪 這麼長 你看 我們今天看了也很難過 很心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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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各位 謝謝